哈喽大家好我是雨风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是咱们的熬日格乐对阵韩国狂人金赛勋的一场对战视频啊 那么咱们在比赛课前可以看到这个金赛勋啊 非常的嚣张 他甚至用这个大拇指嘲讽这个镜头前的观众 而且是挑衅现场的中国选手 咱们看他的表情就能看出啊 这个人是非常的嚣张的一个选手啊 那这边他来到这次的上海战进行这个比赛 也是说要打爆所有的选手拿到自己的冠军啊 那这边他是已经登台了 接下来我们将上场的是我们的中国小将熬日格乐啊 咱们的熬日格乐的话也是一位新生代的新选手啊 脾气非常暴躁 这一场可以说是打出了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场比赛啊 熬日格乐啊 咱们的中国年轻小将这场比赛的话 也是他的一个早期的战役啊 咱们可以看到熬日格乐的话身材还是很壮硕的 那这场比赛甚至打出了一个明场面 咱们一会就能看到了 虽然对手现在还是非常的嚣张 很跳 各种挑衅各种嘲讽 但是熬日格乐现在都是无视的 因为他把这些所作所为都记在了心里 一会会在赛场上还给这个竞争赛群 那么这边主持人介绍完毕 我们就要开始今天的比赛了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这个漂亮小姐姐啊 举着第一回合的牌子也是说第一回合准备开始 那今天这个裁判也是在UFC中有一个兼职啊 常看UFC的观众应该都知道这个裁判很有名啊 很有名 那这位的话也是来到了这次的比赛进行了一个兼职啊 很公正的一个裁判很专业 那这边我们的小姐姐举牌表示第一回合正式开始 将用我们的主裁判 吹响哨声 金再勋啊 这个狂人一会就知道中国小将的力量了 双方先手碰拳 好的第一回合 现在的话是刚刚开始 上来一个右踢 金再勋上来冲过来两发重拳啊 直接被吊倒 然后 奥尔格勒压住他 这边用体重压住住对手 然后还用这个左手挥拳 漂亮 又是连续的上冲拳 一拳两拳三拳四拳五拳打倒在地 用力的用左手重砸拳 这边裁判 裁判都惊到了 疯狂的爆住啊 裁判都惊了 咱们看看裁判是刚刚迅速的 这个教练组怎么还上来打人呢 这个是金再勋的白色衣服的教练啊 上来推了一下奥尔格勒 这边双方选手的教练组 是产生了一个混乱 我的天啊 这也是一场大骚动 这也是一场 明场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的情况是什么呢 奥尔格勒把这个金再勋 痛打在地 裁判拦住 没有拦住 这个金再勋的教练组 直接是冲上来 把奥尔格勒推开 啊 进行这个推散 而这个金再勋 也是被打得翻白眼了 这边医护人员上台 进行一个急救 很危险 但是他 太过于嚣张啊 激怒了一个新生态的选手啊 这个就是年轻人的一个脾气 你把我惹怒了 我必须得暴揍你啊 裁判说啊 你别在这儿了 你过去那边吧 我们奥尔格勒笑的啊 非常开心 让你赛前嘲讽我啊 让你比大拇指 裁判刚才都无奈了 哎 拉不住啊 拉不住 奥尔格勒非常开心 这场比赛也是打得非常解气啊 这个金再勋在赛前 不单单是在这里比了一个手势 而且在发布会的时候啊 双方选手也是有一个强烈的碰撞 这个金再勋也是对 奥尔格勒进行一个推散啊 所以说这场比赛 其实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恩怨局 那对于金再勋这种一直嘲讽的选手 奥尔格勒这种年轻选手 肯定是不会放过他的 脾气非常爆 那么这场比赛打得非常漂亮 我们最终可以恭喜奥尔格勒 拿下本场比赛的胜利 那么也是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 我们这期视频到此结束 如果你喜欢这期视频的话 不要忘记点赞收藏还有关注 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